法国南部城市里昂每年12月初在党底都会举办一场灯光节 在今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300万参观者共享社区 一年一度的里昂灯光节在延东中的12月如期登场 为期盼已久的各国游客送上一场场精彩的光影盛宴 里昂市中心和周边80多处地点都有风格各异的灯光秀 百兰国广场的魔幻巨轮以贴近自然为主题 市政厅前的骏马雕像绽放神秘奇异的光彩 城市各处的教堂也同时以揭灿灯火 讲述一个个关于光影与建筑的传说 山丘 广场 小巷 桥梁 索恩河及罗纳河两岸 都变身为设计师艺术创作的完美画卷 里昂灯光节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 当时每到节日期间 人们都会在各家窗台点亮蜡烛庆祝 后来烛光逐渐被灯光所取代 并演变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灯光节 每年进入12月 法国里昂都会因为灯节而绽放出主题不同的奇异光彩 而今年的灯节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超过300万的参观者共襄胜举 凤凰卫视 李莫威 江新 李扬报道